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身穿白大褂挑战牙衣 帅气有形 网友 王一声帮我看看牙 天天向上作为一档王牌综艺 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主题 每一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同时天天兄弟在节目中也是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现 还会在每一期的节目中为大家增加新的知识点 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 是一个关于爱护牙齿的主题 天天兄弟也都换上了白大褂挑战一下牙衣这个新角色 王一博在这次的天天向上中 换上了白大褂去挑战牙衣实习助理的角色 节目邀请了真正的牙衣过来参与录制 而王一博就作为牙衣的助理 在现场为人检查牙齿的健康状况 王一博的白大褂造型一换赏 就引发了观众的尖叫 一身白大褂的王一博看起来太酥了 简直就像是在看偶像剧 王一博在配合牙衣为别人检查牙齿的时候 一脸的认真 完全配合牙衣的动作 认真仔细的观察牙齿的状况 不少网友在看到这里之后 纷纷表示突然感觉自己有点牙疼 王一博你也来帮我看看牙背 王一博这一身的白大褂 真就有一种帅气医生的感觉 不少网友隔空喊话 王一博 一博你考虑一下医生的角色背 与此同时 王一博不仅仅是招大朋友的喜欢 还招小朋友的喜欢 在牙医一本正经的与大家科普爱牙小知识的时候 台上的小朋友突然就拿着自己手里的小饼干 冲着王一博就跑去了 然后将小饼干递给了王一博 而这时候王一博还有点没反应过来 呆住反应了一下之后 伸手接过了小朋友递上来的小饼干 小朋友的这一操作真是让全员看呆 也是没想到小朋友还能自己主动跑过去 所以将自己的小饼干分享给王一博 果然 王一博的粉丝覆盖了整个年龄层 大朋友喜欢他 小朋友也喜欢他 近年来 王一博的事业发展得还不错 不仅仅是跨界做了主持人 成为了天天兄弟中的一员 还在影视剧中有精彩的表现 最近 王一博与赵丽莹主演的电视剧《有匪》正在热播 大家也是在这部中看到了王一博的精彩表现 看到了王一博在演技上的进步 与此同时 这个耿直的大男孩在天天向上中虽然话不多 但是还是能让人看到他的优秀 你喜欢王一博吗 评论区留言一起分享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